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没有看电视 现在的水果全部都用催熟仔催熟的吗 你让儿子吃那么多水果 跟着催熟儿子 吃水果而已 没那么夸张 你平时每晚和他看完的连续剧情情沉沉 他还不做傻 吃东西怎么不看电视 你吃下肚的东西当然要小心 你们两个没能够了 是不怕拿的人都真的拿了 灰灰姐姐 你快点来吧 我爸爸妈妈吵架 天空就在这里了 灰灰姐姐 你快点来吧 发生什么事 姐姐 你快点来吧 我爸爸妈妈吵架 我刚才去找你们两个吵架 发生什么事 我跟你说 好 两位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 那我们这期的生活调查团 一向来调整一下 究竟在我们生活当中 水果和梭菜是否真的存在大量的催熟剂 而这些催熟剂是否真的导致儿童性祖熟的元凶呢 走我们一须去调查一下 我还有问题想问一问 什么叫祖熟呢 这位爸爸不用放不用监 为了解答你的疑问 我们的调查员贝贝 就已经立刻跑出去广州市妇女儿童医院 去问一下毛主任了 毛主任毛主任 十万火急有问题想请教你 不要着急坐下来慢慢讲 好那就是在网上传言说 吃了吃手机之后的水果呢 会出现性早熟 那什么是性早熟呢 我们中国的标准 如果女孩子在八岁之前出现第二性症的发育 这些呢就叫性早熟 那么对男孩子来讲的话呢 如果她在九岁之前出现第二性症的发育 突然出现变生 这种情况的话呢 也叫性早熟 儿童的性早熟会对身体出现怎么样的危害呢 首先是对孩子有一个精神心理的影响 她会觉得哎呀 为什么周围的人不是这样的 我是这样的 她就会有一个心理的一些问题 对一些真性的性早熟来讲 她往往会伴随着古龄的超前 那么如果古龄超前 这些小孩子她的骨构会提前愈合的 会影响到小孩的最终身高 这些都会对小孩造成影响 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 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她的早熟 是因为一些肿流性的疾病引起的 那么她有可能会对小孩的生命造成影响 小朋友肺高长大是每个家长的心愿 但是如果长得太快 对于小朋友来讲 无论是心理或是心理上边 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既然催熟剂对于小朋友的身体健康影响这么大 那她又是何风神圣呢 专家还跟我们说 其实催熟剂当中用得比较常见的就是月气力 根据美国环境保护港EPA的报告显示 一人每日可以接受的月气力剂量为每千克体重0.05毫克 而口负月气力的半至死量大约是每千克体重2000毫克 一个六岁的小朋友体重大概20公斤左右 按照月气力的剂量比例计算 一日最多可以接受一毫克的月气力 而半至死量就是四万毫克 在之前的新闻当中的小朋友 就是吃了大量含有月气力的水果 导致性早熟 那商家是催熟水果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用到大剂量的月气力呢 如果按照这个剂量去催熟水果 又会变成怎么样呢 我们一于去实验一下 为了搞清楚果农 有没有可能使用了超出安全分量的月气力来催熟水果 今天我们分别就使用三种不同的月气力来催熟香 分别是半至死剂量 可接受剂量 以及可接受剂量在起飾百倍的情况下 水果有什么不同 今天除了我来做实验之外 我们就邀请了一位 盈鹰瑞领症的实验员来协助我 有请我们的小助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陈志银 今年七岁 导演说 灰灰姐姐 做事鸡手鸡脚 好了 不说这么多了 我们一起再实验吧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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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表面是顏色的 所以任何变化 第二个 我們可以看一看 半自死者的香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已經掉出來了 這個是頭都掉了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有些腐爛 最後一個就是可接受啫喱在稀釋100倍的情況下 看看這個香蕉 雖然沒有出現腐爛的情況 不過它表面已經黃了 那就值得了 慢著我們還有一個問題是未解決的 這些可以令水果催熟的月氣力 究竟有沒有殘留在水果裡面呢 走吧,志志,我們去買水果 我們的調查員就跟小助手決定來到市場 隨機選購幾種水果 並送到專業機構檢測月氣來殘留 便宜一點,兩元 兩元半 志志,有你的下價小能手在這裡 真的幫我們的節目省了不少製造費 我們一起來看看 我們的調查員杯杯和志志 帶著什麼戰利品回來 現在我拿著這些樣板 就是剛才跟我們的實驗員小志志 一起整理出來的水果 現在就送到專業檢測的機構 看看有沒有月氣力的殘留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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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是噴了东西的 这个是和木瓜放在一起进行春熟的香蕉 三种香蕉 芝芝 想不想试一下 想 那我们现在先试一试这个是空白对照的香蕉 我们先试一试 我们先试一下 我们先试一试第二个 这个是用月曆来吹熟的香蕉 看看香蕉的香蕉 我觉得这个很好吃 这个很好吃 我觉得第二个是用月曆来吹熟 我觉得口感是带点甜甜的 比第一个是甜了一点 再来看一看 再来看看用这么熟的木瓜 来吹熟的香蕉 香蕉 究竟呢 究竟呢 会不会合适你的口味呢 字字觉得怎么样 非常之好吃 非常之好吃 我就觉得用木瓜 吹熟过之后的香蕉 它给我的感觉就是甜的 三种香蕉相比之下 第一种空白对照的香蕉 是带一些清澈的味道 而第二种和第三种 是使用月曆来 和使用木瓜吹熟过后的香蕉 是带一些甜的味道 那两种是不一样的 根据我们实验小作手的试食 发觉两种方法吹熟过的水果 都不会影响口感 但是调查到这里 我就有一个问题了 那既然月曆来吹熟之后的水果 在口感和食用安全方面 都没有发生过变化 那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 例如我们买到的 宜似被吹熟过的水果 例如西瓜 瓜肉红但是没有味 又或者是番茄 它的外表是很红 但是纸仲是青洁的 那这些有什么问题呢 如果买到一些疑似催熟的水果 例如西瓜 瓜肉很红 但是它又不甜 这应该是水果在种植的过程中 使用了不断的生长剂 看到这里 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未解决 就是这些水果吹熟剂 会不会对儿童产生性阻熟呢 月曆来吹熟水果 究竟会不会吹熟小朋友呢 我们都建议小孩子最好 除了水果有危机 就连吃的用的都可能导致小朋友 盛祖熟 三个测试子当中 其中有两个已经出现了两条红红的了 那我们家长又应该怎么防范于未然 有没有突然出现这个小孩出现变身 这是公社家里需要注意的地方 生活调查团稍后为你调查 全影片讲查了先讲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生活调查团 那在上一节当中 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未解决 就是究竟这些水果吹熟剂 对于儿童来说 会不会导致性阻熟呢 我们一起去听下专家怎么说的 吹熟剂应该是属于种植物的生长调节剂 如果一个植物生长调节剂 如果从动物实验来讲的话 就是它可能会对这个存在生殖功能和生长发育 会存在一定的影响的 但对人来讲还没有一些大样本的报道 就是对它进行一些报道 我们都建议小孩子最好不要吃反季节的食品 听过一系列的调查和采访 我们就知道 水果吹熟剂一方面用量非常小 而且不会残在水果当中 另外一方面 乳气利等一些的水果吹熟剂 只是一种植物激素 作用在人生上 是不会刺激小朋友的生长发育盐 虽然说水果吹熟剂 并不止于令到小朋友性阻熟 但近年来 儿童总体的发育年龄的确提前了不少 那究竟是什么因素 会导致儿童性阻熟呢 它分成好多种原因可以引起的 性阻熟的话 从大的分类来讲的话 它就分成中枢性的性阻熟 就是跟我们的脑垂体有关的 下层脑垂体有关的这个性阻熟 另外的话 还有一些外周性的性阻熟 就是除了下层脑垂体之外 由于其他因素引起的阻熟 那么如果下层脑垂体引起的阻熟 有些是因为有气质性的病变 那么这种情况 它可能会引起个真性的性阻熟 听到毛主任的介绍 我们就可以知道 很多小朋友小时候 性阻熟都是肿瘤 或者脑部病变造成肝 所以各位家长千万不能调以轻心 除了疾病 导致儿童性阻熟的 还可以分为三大因素 第一是性蚊 第二是皮肤接中 第三是环境因素 正所谓民意食为天 我们首先来检查一下 什么食品当中有可能含有激素 比如说这个小孩女孩子 她突然偷吃了家长的避孕药 另外的话 就是比如说男孩子 还有一种叫 身上腺发育不全的 先天性身上腺 那个皮质功能不全的 像这种病变 那么它也会出现性肿熟 引起男孩子性肿熟 当然也可能会引起女孩子性肿熟 除了不食药物会导致儿童性肿熟 儿童长期大量食用羊快沙等高脂肪食品 都会容易影响内分泌的调尖 有发儿童性肿熟 另外一些好像牛粗鱼 凤凰章等的保健品 我们也不建议儿童食用 调查要食之后 我们继续调查 芝芝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玩过 妈妈疏装桌上的护肤品 告诉姐姐 我保证不告诉你妈妈 来 我知道了 那我就不会告诉你妈妈 其实你是用了妈妈的护肤菌 来淋花的 有 只不过现在市面上 很多护肤品都含有激素 你这样玩 会不会对身体有危害呢 那你帮我研测一下 妈妈的化妆品 我可以玩 除了实验小助手 智智私人提供给我们的实验样品 我们的工作人员 又分别从几位街坊的家里 特别收集了几种不同功效 不同牌子的面箱 现在桌面上 放着三款 是在街坊家里收集的面箱 有美白和去品功能 等一会 我将会用这个测试纸 来测试一下 这三款护肤品当中 是否真的含有激素 不要玩了 做实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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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们的测试结果已经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三个测试纸当中 其中有两个 已经出现了两条红线 例如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自治手上的这两个卡当中 已经有两条红线 就表明我们正好 在街坊当中 拿出来的三个护肤品 是有两个含有激素的 调查到这里 我就特别想问一个问题 无端端的化妆品 为什么含有激素呢 如果添加到化妆品里面 可能在短时间内 会让皮肤光滑细腻 但是如果长期的使用 可能会导致 皮肤激素的依赖性 松果期的话 它会分明有一种叫 褪黑素的 褪黑素呢 对性发育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开灯睡觉的时候 那么这个褪黑素 它的作用是减弱的 减弱的时候 就相当于我这个 本来是有一个抑制作用 那么这个抑制作用减少了 它就会促进性的发育 正所谓防范于未然 各位家长一定要看小朋友的 衣食住行 防止出现性阻塑 那说到这个方面 各位家长又应该 如何去判断自己的小朋友 有没有可能幻想性阻塑呢 我相信家长呢 对孩子都是观察最仔细的 那么对一个女孩子的性早数来讲的话 家长其实很容易辨别的 为什么呢 比如我们刚才说第二星争的发育 百分之八十之上的男孩子 那么他其实性早数都是有问题的 都是有一些气质性的病变的 所以呢如果男孩子早数更要注意 有没有突然出现这个小孩出现变身啊 有没有突然突然身高增加的很快 这些都是家长需要注意的地方 调查到这里 我们就知道 其实水果催熟剂是不会导致儿童出现性阻塑的 所以各位家长也都不用过分恐慌 节目到这里 大家千万不要转台 一起来看看 今晚有哪位幸运的家庭 可以获得我们的大礼包了 Hello 妹妹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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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生活调查团的 你好 我看到呢 你刚才在窗上就已经看到你们的电视 已经在看我们的节目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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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姓曾的 曾小姐 你好 你说是你的女女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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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晚都收睇我们的节目了 那既然你每晚都收睇我们的节目了 那你知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8点半 西瓜子浸 那我们今期说的一些内容是什么 你有没有留意 是奶粉里面的那些 那些消毒剂 那你听到这个内容之后 你会怎么看呢 就是我觉得呢 就是尽量都小吃点 小朋友都 吃那些粗粮的那些更好 小吃点奶粉 因为这么大的人都 但宝宝就没办法避免的了 除了会关注奶粉的问题 还会关注我们 就是想我们生活调查团 帮你解决一些哪些方面的问题 哪些 都是 都是一些食品质量 就是会关注食品 是的 食品多一点 是的 食品是 食品质量更重要一点 一天都要试 民以食为生 是的 是 很重要一件事 不可以说得对 那我们今天也带了一个很健康的 食用油过来送给你的 全言变港 查了先港 今期的礼包派众活动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 关于我们生活调查团的讯息的话 可以掃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 节目到这里要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